哈喽,下班后读书会的大家晚安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Kate Happy Coating在每周二的晚上八点会固定举办读书会 请大家记得开启提醒,才不会露掉我们的首播哦 那我们今天的讲者邀请到了Vivian 分享的主题是GTM的基础概念介绍 等一下如果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小方留言 讲师将会为大家做解答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Vivian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Vivian 那我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的是GTM的基础概念 那我本身其实也是对于GTM 它也是刚熟悉没多久 那我想要把我自己的经验分享给大家 我们就先来想象一个情境 就是在做网站经营的时候 可能都会需要去追踪你网站上面的成效 那你可能会透过很多的工具 像是GA Google Ads或是Facebook Pixel去做追踪 那在一般的情况下 通常都是行销人会把你想要埋设追踪码这个需求 告诉RD然后请RD帮你把追踪码买到网站上面 然后再经过一连串的资料的抓取 然后再把那些资料回传到GA或是其他的工具上面 但这样子一来一往后会造成一些麻烦 就是可能RD自己身上也有手上也有工作需要做 那你提出需求之后它可能没有办法立即的帮你去做修正或调整 然后就会让整个资料抓取的速度变满或是数据可能会有错误 所以这时候就出现了另外一个工具就是GTM 那GTM它其实对于行销人非常友善 你只要透过设定GTM的代码 那就可以在那些代码被产生作用的时候 再把资料回传到像是GA上面 那GTM它其实就是一个由Google提供的第三方服务 在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透过GTM可以让非工程人员 就像是行销人如果有需要做追踪的话 那就可以直接从Google Tech Manager里面提供的一些工具跟功能去做设定 这样追踪数据也比较方便快速 那要做修改的话 也不必要再透过工程师一一的去做调整 你行销人自己就可以去做修正 那所以使用GTM有点就是刚刚有提到 就是它对行销人是友善的 那它简化了你要去追踪设定追踪码的这个流程 那再来就是它可以提高网站的速度跟稳定度 最后一个就是它会减少追踪的出错 这部分就是因为GTM它有提供预览的模式 还有像是版本记录的功能 所以可以在GTM这个代码设定完要发布之前去做检查 看看有没有需要做调整的部分 就可以把错误修改完 那发布之后就可以追踪到最比较正确的数据 那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就是GTM的组成 GTM大致上的架构就是有account就是一个GTM的账户 那下面呢它可以存放很多个container 那里面又有tag代码trigger跟variable这些东西 那简单讲一下就是tag trigger跟variable 那这三个呢它其实都是GTM里面非常重要的元素 像是tag它其实就是你想要传递资料 以及你想要被触发的对象 那其实是一段JavaScript的程式嘛 那有在GTM上面的tag它有分成Google提供的产品 像是Google Ads或是GA 那也有另外一个比较常用的是第三方服务的应用 像是Facebook Pixel 那再来的话就是trigger触发条件 它简单来说就是代码启动的时机 就是你要做什么事情才有办法触发这个代码 那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像是 user如果在网站上面点击了某一个banner 或是点击了button 那点击的这个动作就是trigger 就是当user点击之后呢 那个代码就会被触发 就会开始去做数据的追踪 那最后一个就是variable variable是在GTM里面 它是一个值 然后也算是比较蛮基本的一个单位 对它可以在GTM里面有分成内建变数跟自定变数 那本身GTM里面就提供了很多个变数可以让你去做使用 那这些预设变数像是page view跟page title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取用 那如果在GTM提供的预设变数里面 没有你想要的追踪的东西的话 那你可以自己使用自定变数 那我们在这边可以看到就是最下面的花瓜号 里面有个variable这个部分 就是变数常常它的呈现的形式 那接下来在讲完GTM的三个大要素之后 那其实只要用过这三个大要素 只要懂得这三个大要素 就是take trigger跟variable 它们怎么去做使用的 基本上就可以让GTM正常运作 去抓取资料追踪你想要追踪的数据 那还有另外一个在GTM里面也蛮常用到 也蛮好用的就是data layer这个东西 那什么是data layer呢 data layer它其实就是资料层 那简单来说它就是在GTM里面 暂时储存资料的一个空间 它是一个虚拟的空间 它不是真实的一个容器去放你想要的资料 那通常我们会请RD帮你把网站上面的资讯 你想要追踪的一些资料储存到data layer里面 那存进去之后呢 等到之后行销人如果要使用GTM设定的话 就可以直接做取用 那通常都是用JSON格式 它是大概的话它是一种 JSON它是一种资料格式 它是定义每一笔资料的key跟value 那在下面可以看到page title跟GTM教学 那page title它其实就是key 就是这一个可能页面的标题 那GTM教学就是它的值 这个大家可以简单的了解一下 大概在data layer里面存取资料的时候 是会用这种格式去做存取 会写这种格式 那再来我们要怎么样把资料存到data layer里面 就像刚刚说的我们会请工程师帮你把资料存到data layer里面 那我们会使用的是右手边的这种方式 那这种其实要怎么样请工程师帮你使用程式码 帮你把东西打到data layer里面 在data layer的开发者文件上面 就会有很详细的一些教学 那比较要注意的事情是 在资料要写入GTM的container里面的时候 在写到data layer里面的时候 一定要写在container的上方 因为必须要 这个需要让这个容器可以抓取到 你想要存取的资讯 这样子资料才有办法在后面被传递 那再来的话就是data layer.push这个东西 data layer.push它存在的用意就是 因为有些资料 我们会希望是在user它有指定的行为的时候 才会触发 那GTM才会开始去收集网站上面的资料 像是你可能要等到user提交完表参之后 你才可以去抓取里面的user的姓名 或是user的email 或是在user下单下订单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存取一些订单的资讯 像是订单的名称 然后金额是多少 还有下单的时间 这些资料 那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data layer.push 用动态的方式把资料呢 存取进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下面的两张图片的例子 data layer.push它的呈现方式就是这样子 那红色框框空起来的部分呢 就是资料层变数就是data layer variable的部分 那在data layer.push中它其实也是可以一次push多个事件跟资料 就是如果你有很多个资料你希望它都可以在data layer里面被存取的话 那你也可以使用data layer.push 然后依照自定的格式把东西放到里面就好了 那data layer跟gtm它是怎么运作的 就是在user在网站上面开始去有一些行为之后呢 这些data会放到 透过gtm 然后再到data layer里面 那当行销人需要做设定取用的时候 就可以在data layer里面去做取用 对 就然后之后呢 整一个取用过后设定完成之后的资料收集 会再透过gtm再把资料回传到ga上面 那大家会有一个好奇就是 那既然在gtm里面 我只要懂得tag trigger跟variable之后 其实就可以用gtm来做抓取网站资料的这个动作 那为什么还是需要data layer 那其实就是因为data layer 它是一个算是蛮方便的小功能嘛 那gtm它我们在刚刚就讲到说 它本身就有提供非常多的预测变数 让你可以使用像是page URL page title这些 那不过呢 还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想要追踪的 资料是在gtm的预设变数里面没有的 那没有的话我们这时候可以用data layer的方式 把我们想要的资料从里面去抓取出来 再去做追踪 当然如果你不想要使用data layer的话 也是可以抓取到资料 不过呢 通常因为不用data layer的话 可能因为网站上面有一些变动 像是你可能去把架构做调整了 那你这样子存取的资料可能就会被改变 这样子如果你需要去存取网站的资料的话 就会变成说你可能会漏抓到一些资料 或者是重复抓取资料 导致你的数据收集的不是完整 或是收集到错误的资讯 所以用data layer的方式的话就会安全一点 也比较方便 就是只要你在设定的元素或是那些东西 它值没有被改变 那基本上从data layer取的资料 再去gtm层面做设定 就不会有资料漏抓的这个问题出现 那最后一个部分的话就是data layer variable 就是资料层变数这个部分 它其实呢就是在data layer里面的一个变数 那我们可以在 如果你要存取在data layer里面取用这个变数的话 我们就必须要先在资料层变数里面新增一个变数 之后我们才有办法从gtm里面去做取用 那在资料层变数里面 你一个变数你就是要设定一个data layer variable 那最后才会透过这个变 透过资料层里面你去设定好这个值 去取得这个变数 然后再把它传到tag里面 或是设定到trigger里面 这部分就是gtm的一些基本介绍 就简单讲到这边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在上方出留言 那我们今天就谢谢Vivian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 大家也要持续锁定每周二的首播哦 我们会继续分享有趣的主题 等一下影片结束后 也可以到留言区帮我们填写回归表单 资讯呢也有下班后读书位的社团链接 在里面可以获得更多资讯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周见咯拜拜